今天我們要為各位介紹的是Sony Ellison X18如何使用瀏覽器 首先點選主畫面鍵 進入了程式集 再點選瀏覽器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瀏覽網頁了 瀏覽網頁的過程中左下角會出現一個放大鍵的符號 點選它 我們可以快速的瀏覽至我們需要到的頁面 接下來我們介紹主功能鍵的功能 左邊可以輸入網址列 輸入完成後 按Enter 再按下主功能鍵 左邊數來第二個 就是快速切換頁面的功能 我們可以 新增 移除 新增 新的頁面 當然也可以快速的切換 當然也可以快速的切換 如果需要移除 只需要點一下右上角的X 就可以移除了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呢 左邊數來第三個 左邊數來第三個 星星 可以加入我的最愛 你可以在這邊 將書籤加入 自手機裡面 右邊這一個 是 瀏覽紀錄 最右邊的圖案有更多的功能 你可以重新載入頁面 也可以新增 將網頁新增至主目錄 點選新增至主目錄 點選新增 這樣它就會出現在我們的 程式集裡面 當作一個快捷鍵 現在我們示範傳送連結的功能 點選傳送連結 你可以將這個網址 透過藍牙 Facebook Gmail 或是訊息電子郵件 其他方式 來告知你的好朋友 當網頁有提供下載連結的部分的時候 點選下載項目 就會有提供下載的部分 以上 是瀏覽器的操作方式